大家好 本期和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 荷叶上的华丽宝箱 它的地点就在环纳南纳这个位置 然后要解开这个华丽宝箱的话 我们首先要找到三个精灵 好的 咱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到传授锚点 七天神像这里 然后将我们的视角 达到我们的蓝方向 大家注意了 现在的天空是蓝色的 说明现在是现实的状态 如果你不对的话 你来这边调整一下老旧的事情 好的 现在的话 我们将这个视角达到西方向 来到这个房子的门口 好 在这里 然后的话我们将这个视角 达到这个上面拉上去 这边的话有梯子继续往上面爬 好的 上面有钩子继续勾上去 再勾 好的 我们到达这边 我们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我们跳到另外一个荷叶上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前面的话就是第一个小精灵 那这边的话我们要慢慢的跟着他 不要急 你可以看到他走到哪就停到哪 所以说你一旦跳过去又回来的话 那就麻烦了 好的 我们左转 可以看到前面有个钩子咱们勾一下 好的 现在的话 我们第一个精灵就已经送到位了 那下面的话我们寻找第二个精灵 首先我们调到这个北方向 北方向的话有个钩子 勾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现在的方向全部往这个东边走 那这边的话可以一路的勾过去 如果你勾的不方便的话 你可以爬到这个山上 然后跳下来 野心 好了 咱们慢慢来 不要急 他是走到哪就停到哪 特别的难 我可以知道 我可以让他走到那里了 你怎么可能到那里了 那边就走到这边 我可以让他走到那里了 我可以让他走到那里了 那边就走到那里了 我可以让他走到那里了 到了这边的话 我们第二个精灵已经到位了 喷一下 然后他下去之后 这个精灵就不用管他了 我们第三个精灵的话 在我们的西方向 好的 这边的话 直接勾过来 勾到这个荷叶上的话 我们只走 可以看到前面房子 有一个勾子 好 上来双连勾 好的 另外一个的话 稍微蓝勾一点 可以勾两下勾过来 或者说你站远一点勾 你比如说上面这一个 你找不到 我们往旁边走一下 就可以看到了 好 这个就是勾的失败的一个案例 再往旁边走 然后的话将这个方向调到上面 好 现在就可以勾了 那这边的精灵就是我们第三个精灵 咱们把他送回去 同样的 不要急 千万不要急 好 到这边的话 我们稍等一下 咱们继续 我们快到了 这个的话 你可以看 这边有个缺口 从这个缺口勾进去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三个精灵 就全部都到位了 到位完毕后 我们这个华丽宝箱 就开始解锁了 好的 本期的华丽宝箱的话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好 我们再见 有空的话 大家可以点个赞 谢谢